7个产品 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YRU我最喜爱的7个产品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pple保湿霜 这个保湿霜是从韩国的牌子 它的成分都是药材 大多数都是药材的 所以这个保湿霜很适合那些皮肤敏感的人使用 所以我用的是 还有两种 我用的是Aqua Clean D Cream slash Double Repair 我建议那些干性的人使用 那些油性的人使用呢 你就用Aqua Clean D Cream 就好了 因为它的成分不一样 所以那些油性的人用Double Repair 就觉得会比这个油 所以它的保湿霜很 它不会很肿很轻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你涂起来呢 它很容易吸收进去你的皮肤 也不会觉得很干燥 它也不会很油 所以很适合那些干性的人使用 所以我超推荐你们的 另外一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Excession 发油 这个呢会帮助你的发尾分擦啊 还是干性啊 它有淡淡的花香味 所以就一点点涂在你的发尾就好了 因为看起来你头发很保湿 也很光泽 看有很大的分别 另外一个呢我要推荐你们的是 Lanesh睡眠面膜 所以它是看起来这样的 所以睡觉前你可以浮 这个面膜一样 浮了之后你不用洗 到了隔天起来 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很光泽 很保湿 通常我都会放在冰箱 所以拿出来浮的时候会很冰冰凉凉的 另外一个我要介绍你们的是 Hatomuchi的Ski Conditioner gel 这个是保湿霜也是 它买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大瓶了 它不会很贵 来十块以上 所以很值钱 它的胶都是这样的 很轻 所以我建议早上往上都可以使用 特别是干净的皮肤你都可以擦多一点 因为它很保湿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 防晒膏 所以这个防晒膏呢它的功用是可以防水的 它也有漂亮的功用 所以你就涂一点 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有一点点漂亮 它也不会觉得很如你的感觉 黏黏的 它吸收量很快 所以超量推荐你们 在我们的Edwell的防晒膏 特别是那些出去潜水的人都很适合用这个防晒膏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 Lukas Popo的碗膏 这个碗膏呢有很多不同的功用 它可以帮助你擦你的嘴唇 所以嘴唇有时会很干 也会裂 这可以帮你修复 因为看起来有保湿的功用 这个也可以 蚊子筋啊还是什么 你觉得很痒 这个也可以帮你治痒 是这样的 所以擦起来 它也不会很油 下一个我要推荐你们的是 Anessa防晒膏 所以这个防晒膏呢 我很推荐那些很皮肤干和敏感性的 因为它是没有油精 没有香味 所以超适合那些敏感系列的人用 所以它是这样 可以擦起来 它很容易吸收 然后它有SPF 所以它的防晒 量超强的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推荐的是 Giveny的睫毛膏 所以这个睫毛膏呢 它很好的功用是 它很细哦 可以看到 它是2.5mm的 所以擦起来的 荷尔蒙 就这样子刷上去 它帮你的眼睫毛拉长 一整天在外面它都不会 因为眼睫毛还是会不会垂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8月最喜爱的8个产品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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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